拖行阿富汗政府军人尸体游街 塔利班士兵攻占西南部的法拉市 这几天攻势再下一程 美国捐赠给阿富汗政府的汉马车 沦为塔利班的战利品 骑着机车的塔利班士兵就这样迅速攻进九大省会 七号南方的闸篮记率先被攻陷 八月八号一天之内从北部的塔鲁坎昆都兹 到西比尔干萨伊普勒四省失守 九号爱巴克沦陷 十号东北部的普勒胡姆里 西南部的法拉都被拿下 十一号法扎巴德 只见塔利班三面围攻逐渐包围首都克布尔 可能三十到六十天内 克布尔就会落入塔利班之手 塔利班还夺下了昆都兹机场 占据了军用直升机 明明坐有美军留下的资源 政府军为何节节败退 CN记者分析塔利班士兵誓死如归 认为战死是神圣的 但是阿富汗政府军有很多人早在美军撤离时 也跟着离境 剩下的根本不愿对抗 我们昨天走过了准备 我们就看到阿富汗军员 逃到桌上 撤下兹机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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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他们被塔利班军撤下火 干脆直接投降 政府军队落炮干脆直接投降 才让塔利班有如神柱迅速扩张领地 而此时阿富汗政府更是盼不到美国回头 拜登讲明了剩下的战要他们自己打 五角大厦重申 不管人力武器战术该有的资源 阿富汗都有只差奋战的决心 美国不派军 但还是派出了特使前往杜哈调停 只是当塔利班胜算越高 谈判成功的几率也就更低 就算塔利班松口说没有放弃政治选项 但是如果塔利班真的多下首都 美国过去20年在阿富汗投注的资源和努力 将全盘失败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